請教陳老師 中國的經濟在惡化的同時 今年的亞洲股市有幾個重要的指標 首先是日本股市非常的強勁 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 莫比爾斯看好印度 印度今天也在挑戰歷史新高 你會發現亞洲的市場 反中的國家其實經濟都挺好的 我覺得這裡面剛好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國際之間的這個機構投資人 目前紛紛的撤出中國 那麼你分配在亞洲的這些資金 我們講不管是X或是有中國 或是Japan在裡面 那你資金退出來 你總要去一個地方 那如果是Greater China 你還可以來臺灣 但是如果是Asia的話 那基本上你可能就是要投日本或投印度 而日本剛好過去 我們有覺得一種現象 就是說他有點很便宜 我們講under value 所以實際上對這個外資來講 顯得日本股市是蠻合理的 同期間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這幾個月以來 那麼中國股市是一支獨秀的往下走 那麼其實我們過去像韓國 日本 臺灣 本來都是平行的 現在看起來我們這三個股市都很好 所以看得出來國際資金 目前可以講的 紛紛出走中國 那麼導致日本好 那日本為什麼讓人家覺得有機會看好呢 因為我們都預期日本央行 應該會有一些動作來收緊貨幣 比如說他目前的直立利益期限的控制 當然日本央行是基於過氣的一些的錯誤的經驗吧 就是說他收太快的時候 那麼經濟又開始衰退了 所以他目前還在撐 也就是說目前日本央行的想法是說 我到實驗之前通貨膨脹 大概可以維持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央行的股心 他就是要通貨膨脹 持續的維持在兩趴以上 但是他的新通膨 也確實可以這樣子表現出來 因為很現實的來講 我們之前曾經在節目講過 這一次的全球性的通膨 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 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豁免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可能可以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日本首相應該算起來還蠻運氣好的 那另外一個要講的話 除了日本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目前就是在看說 那麼美國最近這一次的升息之後 已經五到五點二五 然後停止了 那是撂下一句話 就是說也許連理事節 還有兩次升息的機會 我個人傾向這個是空口說白話 基本上應該是到頂了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美國的核心通膨 我剛剛講 全世界都一樣本來就下不來 可是實際上 如果我們看美國其他指標 應該他已經進入到衰退 或者是技術性衰退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來看下一頁的 這個貸款指數的話 新增的貸款下來了 那你這個生產的 或BBI或CBI裡面 你把他結合起來看的時候 你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看整體來講 美國應該有可能事實上 已經在技術性衰退 也就是年紀兩季度 那我們再來看 他的供應鏈跟消費的指標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都是很清楚的 那過去我們在看這些的指標 很清楚 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像這些事情都是慢慢慢慢的一個一個累積 所以說美國聯準會過去十五個月的聯繫的加息 從零到現在五到五點二五 不可能沒有效果 只是說他需要個時間差 那但是現在情況大概就是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美國conference board 就是這一頁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過去的情況 如果他從最頂點下來 聯繫半年 如果都跌超過五趴的話 大概就是進入要衰退 而目前看起來 已經是這個下來有相當一陣子了 而且目前看起來也不太可能會好 那我們如果去看conference board 他有一種十個指標 這十個指標 特別去看 大概有八個全部跌下來 所以我自己的判斷是說 美國已經進入衰退 而且我覺得他不可能再升級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美國要進入選舉年了 如果你現在經濟弄不好的話 那個拜登是還要不要選呢 所以我估計可能是今年 也許最後在這邊就是高點 因為他這個人還是政治敏感度比較高 明年看有沒有機會降息 但是我們現在在談一件事情 不管是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他們現在是碰到一個狀況 中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目前所有的中國的這個主要的 領先指標來看的話 沒有一個不是下滑的 那剛剛講到是說 這個很多的這個問題在 其實我們現在看 他目前可以講 拚命的想要下猛藥 你過去一直在排斥說貨幣政策 現在貨幣政策 我們看這張圖的這個另外一邊 你看看每一種的這個利率 他都往下調 那利率調了之後有用嗎 這問題點在這裡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說 最需要借錢的人 其實是地方政府跟地產開發商 可是他們現在根本沒有案子的 為什麼要借錢呢 更何況他們債務都還還不清出來 而中小企業 中國政府事務是說 哎呀為了幫助消費啦 所以我要讓中小企業 取得融資 中小企業取得融資幹什麼 我今天接不到單沒有客人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 調降利率之後 中國出現一個現象 老百姓借了錢 就把貸款還掉 然後呢剩下來就放在存款裡面 所以存款加倍 然後貸款減了一半以上 那所以說他整個的負數是不如意期的 甚至我們現在看 全球性來講 每個國家都在面臨通膨的壓力 中國實際上是在通縮 而且他上次做了一個數字CPI 還有一個真的0.1 我看那0.1一定是做出來了 肯定是在衰退裡面 那同樣一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大問題 我們過去講過很多次 中央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 一個一個出事 現在看起來 他的社保跟醫保也有問題 所以他可能整個這種債務的危機 大概很嚴重 那銀行過去靠著獲利 你看看 銀行現在獲利 盡利率在只有一點多 那一點多是沒有辦法支撐銀行 然後整個的房貸下來 那麼政府的貸款下來 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下來 不良的債券跟不良的貸款 又在上升 整個來講 銀行風險可能被嚴重 我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是中國現在有系統性風險 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財政 金融跟地產一起結合起來 所以老外看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都在賣 因此人民幣才會一直變 我們之前講過 人民幣賣壓的話 其中有一家投行說 這個夜底之前 第二季結束之前 可能是7.23 那年底之前也只是7.5 其實人民幣進去干預了 其實又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整體的跌的趨勢 是沒辦法減少的